大家好,我是青木 法师怎么能上色好看 很多人问这些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和气候 就是阳光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 这块非常重要 在这一个条件下 还有一些浇水的问题 然后配土的问题 还有一些品种的问题 比如带井类的 它这种又比较吸水一些 太缺水了它也不好看 我这里的法师 其实我这么拍过来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状态颜色都不是太好的 只是勉强能看得过去一些 我这里的天气就是这种 下雨 今天也是下雨 要么就是阴天 即便我们这里出点太阳 那种太阳基本就是 看不太清楚的那种 萌萌的 然后紫外线非常弱 所以我这里现在上色都不是太好 只能等着春天 就是可能要接近夏天 春季的2月3月 这种是比较合适的 我说的是农历 农历那个阶段的紫外线 日照时长会比较长一些 为什么网上很多人都说 春天的时候 法师自然就会长得很好看 那是因为到了这个季节 温度本身又在法师的一个生长温度 就是5到25度范围内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阶段 它的阳光是越来越久的 就是白天的时间非常长 冬天那会儿的光照 还有温度 对南方这边很多地区也是合适 但这个上色它为什么就不好 就是由于一个阳光的问题 早上很晚才出太阳 下午那一阵很早 阳光就已经看不见了 还有一些花友是在窗台阳台地方养的 那里晒的时间不长 所以那个颜色就更难粗一些 一般咱们养法师至少保证一个五六个小时以上的日照吧 就是出太阳的天气能晒这么长时间的 这种地方呢相对还容易上色一些 如果比这个时长低的 那个上色就比较难了 除非一些那种带井类的法师 就是很艳丽的 那个出的颜色是稍微好一些 但也不会特别好 毕竟光照的时间有限 还有就是井类和普通类的是有区别的 普通的法师时间越晒越久越好 它的颜色就会越红越深 而这种井类的 就是咱们常见的美杜莎女巫这些 这些它晒得越久呢 它的颜色就会偏深 而且这种控水也有很大的讲究 如果这种井类的法师缺水太厉害了 它虽然颜色很深 但是我们看上去不好看 很多人可能就说 这个颜色我就要深 就要如何才能好看 实际咱们养法师可能欣赏 它就不单纯是一种颜色的问题了 就还有它整体的一个形态 是否给我一个水淋淋的感觉 然后颜色又比较鲜艳 就像鲜花似的嘛 它和多肉控的那种还不太一样 比较艳丽的法师井 一般浇水会频繁一些 太缺水了 它包得太厉害了 看上去有时候我感觉还没有普通的那种法师好看 所以井类的法师和普通类的法师浇水 这块是有一定区别的 但这个区别也不至于特别大 就是那种更洗水一些 浇水浇多了 它上色会稍微难一些 一般咱们的盆土里面 那个土非常干了 就是没有什么水分不再吸收了 这种情况下 在遇上几个连续的太阳天气 它上色会非常的明显 和土壤里边有水 再遇上几个太阳天气 那种是差别挺大的 就是干的这一个 它上色就很明显 所以咱们的生长速度 就是和浇水本身有很大关系 所以这块看自己把控 你想让它快一点 你就多浇点水 但是这个颜色稍微会浅一些 井类的法师 颜色浅一些倒还无所谓 我感觉都还能看得过去 因为井类法师就是 它颜色本身容易粗 然后再搭配一些比较偏绿色的 有点条纹 这种形成的纹路 我感觉好看 虽然它上色没有那么深 土壤的颗粒配土比例 这个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如果咱们买的法师很大一颗 不想让它生长了 就想控形控颜色的 你可以用那种6-70% 就是常规的多肉颗粒土 来养来控就行了 那种也不要出它什么生长了 这一个视频先拍到这里 再见